好 接下来我们解决了那个windows平台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写更多测试了 比如说我们要 test cp 行吗 cp 是什么来着 copy 是不是在hdfs里面copy 这个是在hdfs内部 拷贝文件是吧 那有没有这个方法呢 fs点有copy吗 有吗 好像没有 没有直接提供这个方法 没有啊 没有 没有完蛋了是不是 那怎么考 这个地方考不了啊 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直接的方法 那怎么办 那就只能是用高级的了 就是用那个流来创建文件来写啊 那这个事情我明天再跟你说 就我从一个文件可以读数据读它的内容 用一个流读是吗 然后再生成一个输出流 就从输入流里面把往输出流里面写 是不是拷贝啊 你们在windows本地拷贝文件的时候 是不是也这么干的 对不对 ok 但是他没有提供一个直接的方法 那我们今天就不搞它 那我来一个 改名字 其实就是移动 好吧 reline 在内部 移动文件 我记错了 fs点 re re reline reline 什么改名啊 改名其实就是移动 就是从一个路径换成另一个路径 是不是又可以改名 又可以移动啊 好吧 ok我们来移动一下 另外一个pass 然后比如比如说我想把这个 install.log 移动到 a里面去好吗 那么移动一下 就是 根下的install.log 移动到 另外一个pass 然后里面是 根下的 a下 你要改名 那你必须改个indilog 行不行 是不是又移动又改名了 好 然后 哎呀这个怕异常好吗 麻烦啊 rose close econception 然后再来一个fs点 close 走一把 对了 然后你来看一下移动了没有啊 原来在这的 走 不进了吧 到这去 叫indilog了 ok 这移动啊 也是改名啊 移动还有 修改 名称是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看啊 public void test 创建一个文字家行不行 make deal make deal也是可以的 然后 在hdfs中 创建 文字家 那这个也是太 easy了 简直了 我都不好意思在这里讲 你们都是高手 ifs点 你猜哪个 make deal是吗 make deal是吗 然后你给一个路径吗 六个pass你随便给吗 来一个叉叉下的歪歪下的zz行吗 叉叉歪歪有吗 没有没有 你要真这么建的话会出问题的 你看他 我试一下 hadoopfs-make deal 然后我建一个 x下的y下的z 你觉得行吗 他会报个错 他会报个什么错 没有这个路径 因为x下的y是不是就不存在 好 但你加一个参数-什么 对-p就可以了吗 这是命令行是这么写的 啊 那在程序里面 其实他已经给你自动给你带上了 make deal是 看懂了吗 所以他会给你建好的 根本就不用你担心这个事 然后fs点 狗子来跑一把 绿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根目录像 叉叉下的 乖歪下的zz 是不是有了 ok 好 这是创建文件夹 然后还有 移动文件夹行不行 好吧 移动文件夹就是移动文件 这个这个路径吗 一个移动的时候是不是 relay一个路径到另一个路径 啊 就文件夹文件都行 来一个删除啊 删除 删除啊 删除掉的方法应该是fs点re remove吗 好像不是吧 remove acl acl是访问权限 啊 不是 那应该是什么 对 应该不是remove 那就是delete了 delete有个 那这个方法打那个杠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已经过 过期了 对吧 这个方法已经被 就是不建议的用了嘛 他有拼的方法吗 那哪个哪个 就下面这个吧 delete的pass 还有一个布尔执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要不要 地规删除吗 好吧 你是个文件夹是不是要地规删除啊 ok 那就6月pass 我就把那个AA删掉行不行 AAA里面是不是有东西啊 然后这里来一个什么 去 就走了 就走了呗 走一把 走 绿了 然后你来看一下AA还在不在啊 走一把还在吗 没了 是不是删了 好 这就删 这是删除文件或者文件夹是吧 破文件夹 好那增三改 都有了还差个查吧 那查询一下 比如说查询查询一个目录下有什么东西啊 查询HDFS的指定目录中的 查询HDFS指定目录下的 信息是吗 那应该是一个 L S吧 好的 LS怎么写呢 来看一下啊 FS点 有LS吗 L开头list 是不是就LS 就是LS的意思啊 list files 是不是列出你指定路径下的文件 那我就指定 跟目录下吧 看一下跟目录下的信息行不行 recursal是一个什么值啊 不管是 那啥意思 recursal是啥意思 地规的意思啊 就跟目录下可能还有纸文件夹 那你要不要把纸文件夹里面的文件也显示出来 是不是啊 就这个意思 那要不要呢 要吧 反正我这里面文件也不多 他没几个是吧 像这个X下面是不是没东西的 XX下面是不是也没东西的 我放点东西吧 不然是不是看不出效果 跟目录下的文件 是不是这几个 而他的纸目录中的文件 他也会查出来 但是我的纸目录里面现在 没文件 看不出效果 那我放一个吧 还都把FS-put 我把这个什么样-env.sh 这不是有个脚步的文件吗 我把这个脚本文件放到X下面 好 然后你来看一下 这有个这个文件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纸文件夹是吧 OK 这没问题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的files之后 他返回一个什么给我 一个迭代器 而且是一个远程迭代器 迭代器里面能够迭代什么东西呢 能够迭代这个什么文件状态对象是吧 好别管他 我先拿到这个迭代器再说 这是不是个迭代器啊 那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真正的那个目录下的信息什么一次性给你啊 并没有一次性给你 而是让你用一个迭代器去一个一个取吧 取信息吧 当然不是把那个文件给你啊 是给你一个文件的信息吧 是不是文件的信息 比如文件名啊 文件的路径啊 还有文件的切块大小啊 还有文件有几个块啊 每个块在哪里啊 是不是应该有这些信息 OK 我们来迭代一下啊 那这个迭代器去取东西怎么取的 while eater then has nice 还有吗 如果有我就取一个eater then nice 是不是拿到一个文件描述对象 这并不是那个文件本身啊 是那个文件的描述信息 那这个里面有什么呢 那就看这里面有什么 对的点 get 你看有什么 最近的访问时间 还有快的 位置信息 它是一个 注意这个方法返回的是一个 宿主 说明这个文件可能有多个 快 是不是就是这个宿主了 有快信息 还有快 大小 那个规格啊 这是一个规格 快大小 还有 所属的 组 还有文件的 长度 还有最近的 修改时间 还有文件的 所有者 还有文件的 路径 还有文件的 权限信息 还有文件的 副本 还有文件的链接 那这个链接 我们其实hdfs并没用啊 它是预留的功能 就链接 就有一个文件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链接指向的文件 它就看一下有哪些链接指向的 好吧 好了 我们可以把这些信息是不是打出来 然后打出来 就 cssout 然后status.get 先get个什么呢 这些什么访问时间什么的 就不打了 没什么意思好吧 打个快大小去嘛 我在这个前面写个提示吧 快 大小 然后再来呗 然后还有 点get 什么所属组这些我就不打了 打个长度好吗 这个长度是说什么的长度 文件长度啊 整个文件的长度去嘛 然后还来 还有 点 get 还有副本数量行吧 副本数量 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想看一看 快信息吧 这个文件有几块在哪 那这个是 快信息 快信息那就是点get get get什么 block location 但是这是个数组 数组 图死菌 是不是哈希扣的 不好吧 所以不要这么打是吧 你可以用一个工具来把它图死菌 有个 啊 瑞士点 tostream 那是不是可以传一个速度 那就是他 行吧 哎哎怎么好不容易写出来 快信息啊 他有几块 每一块在哪些datanode上 是不是应该都有显示 只是我现在这些文件好像都只有一个块 因为这些文件都 太小了每个文件应该就只有一块 那我是不是应该搞个大的 搞个大的才能看到效果 再搞个大点 那有大的吗 哪里有大一点呢 这个gdk可以吧 他都把fs-put gdk 就到根部的下板 好完事了 好再来看还有什么信息可以打 还有 还有status点 get 路径是不是应该打一打 对吧 路径应该打一打 打个路径 这是文件 全 而且把它放到最前面 行吗 因为你这个wile循环是不是会打出好多个文件的信息出来 那你这么打着打着每个文件都连在一起不好看 ok怎么办 在这打一个风格符吧 那这边一段是不是关于一个文件的 再来一段关于另一个文件的 ok 搞定 然后你在后最后把这个fs close一下 所以就行了 走一把 走 看一下啊 这里面有一个文件是不是根部落下的 快到小其实说是规格啊 规格是128兆吧 其实这个文件本来只有 只有几k 是不是其实它的快只有几个快 只有一个快 这个快 这个前面是快信息打出来的东西吧 这其实是这个快的起始便宜量 这个快第一块在这个文件中的起始便宜量是不是就是0啊 它最前面一块嘛 这一块的长度是 是不是就整个文件的长度了 然后这个快在哪些机器上呢 对登录的1 对登录的3 对登录的4 为什么有三个机器都存在这个快 那副本说是3嘛 这是第一个文件啊 第二个文件也是个小文件 所以它也只有一个快 偏移量是从0到17 为什么它只有在两台机器上有 因为它的副本只有两个嘛 为什么只有两个 当时我们传这个文件的时候 然后那个客户团的参数是不是2 是不是就两个 好还有这个也是个小文件不看了 这个大的 这个是个大的啊 这个大的你来看一下这个快信息里面 这是第一 第一块第一块的起始便宜量 在整个文件上是不是从0开始了 然后它的整一块的长度是 128兆在哪些机器上有 134 然后第二块的起始便宜量 是不是就从134217128开始了 它的长度是不是就没那么长了 只有40多兆了吧 是吗 哎 同学说老师你上一块不是到1128吗 那这块不应该从29开始吗 偏移量 我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偏移量从0开始结束了吗 这里是长度 长度是这么多个字节 那它的偏移量是到哪个地方结束 7727吗 所以下一块的偏移量是从 28开始吗 没问题吧 你懂意思了吗 ok 好 然后还有这个x目录下的 样杠env 是不是这个子目录下的文件也显示出来了 但是你发现没有 它只显示文件 并不显示 目录信息吧 比如说你这个跟目录下不还有x吗 有有吗 没有显示吧 是不是都是文件 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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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并没有给你显示出来 还xx是不是有没有显示 ok 这个方法它只显示文件 因为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做listfiles 好吗 就是 指 查询 文件的 信息 不 不返回文件加的 信息 好吗 那我也想把文件加也显示出来呢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再来一个方法 写到这个里面还是分一个方法 分开吧 分开吧 那我把这个注释改一下 这个地方目录下的 文件信息是吧 这个就是目录下的文件和文件加信息 tls2 可以吗 然后就是把这个方法换一下就好了 就不用这个listfiles 而用哪个呢 fs.list 你猜是哪个 status就行了 好吧 然后我一样的显示跟目录下的信息 跟目录下的信息 这一次它返回的就不是一个什么迭代器了 你看它返回一个什么 宿主 为什么上一次要返回一个迭代器 这一次要返回一个宿主呢 你看上一次这个方法里面带了一个不耳直 要不要递归 一旦要递归 那整个比如说你要访问跟目录下的文件信息 可能有几千万个几百万个几亿个是吧 那几亿个文件信息是每个文件信息都是一个status对象 那要是返回一个宿主给你 那这个宿主有多长 几亿个那么长 那你的那一次性的是不是返回到你这个代码里面来了 那你这个代码是在这个机器上运行的一个程序吧 你的这个机器可能压根内存到 存不了那么大的宿主 所以我返回给你 你这个程序就爆了 所以用一个什么 迭代器你一个个拿呗 是不是就没问题啊 而下面这个压根 你看这个方法压根就没有那个什么地规的信息 没有那个地规的参数 说明他只看你指定的这个目录下的一级吧 他不会递归 那一级 一般来说你的节点数量是不是有限的 所以他就直接给你一个什么了 宿主啊 也就是说他量 他敲定你 他敲吃定你一级目录下的节点有限吧 比如根目录下 顶多几百个目录行不行 然后某个目录下是不是可能又有更多东西 但是你某一级下可能只有那么多东西啊 好那现在你就不应该用这个东西去打信息了 那应该用什么了 说明有个货运环了 货 发啊 status status 遍地哪个 类似的 status 然后这个什么一头一头是不是也不要了 该打的信息是不是也都有啊 文件选择快了小文件长度负款数量快信息 快信息只不过你在这个里面他没有快信息 因为他这个里面又有文件夹又有 文件那文件夹有什么快吗 文件夹压根就不存任何东西文件夹只是一个路径信息 是不是存在那个原数据里面就好了 他在对着node里面要存什么东西吗 不需要 只有文件才有快 文件夹是没有快的 文件夹就是个路径而言 那文node里面记一下就行了 哪个路径上有哪个指文件夹是不是ok了 好吧所以他就没有什么快信息啊 那副本是也是不存在的其实是吧 文件夹有副本吗 没有 好那我来打出来看看啊 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当前这个是一个文件夹还是一个文件呢 可以判断的啊 这是一个文件夹 不怎么说 写死了那种 它是点 Ease 你看这有个Ease directory 是个文件夹吗还有个Ease file 是个文件吗是不是他会告诉你啊 那我随便选一个都不要Ease directory吗 如果是个director我就说 这是 文件夹 否则我就说个什么 这是文件 行吗 行吗 ok 那走一遍啊 走 这次比上次的东西要多 文件肯定出来了 什么这是个文件 这也是个文件 然后快快信息吗我压根就没打吗 然后这也是个文件 这是个文件 这是个什么 这是个文件夹 那文件夹里面的快大小什么长度什么副本是不是都是0啊 然后这也是个文件夹 没问题吧 而且 X下应该还有个Y的 他有显示吗 没有说明他没有去 递规吧 是吗 没有去递规 因为这个方法就没有带那个参数 你看到 他有没有什么可以带递规的参数 没有吧 没有 也不能递规 好 那这个真杀改查都结束了 还剩下一个什么呢 还剩下一个 其实还有个核心是 你好像从来没有去 访问过那个文件里面的内容吧 对不对 我们肯定在现实中需要去读文件里面的内容 比如说我要处理要统计 要统计 是不是应该读文件里面的一行行的数据 还有可能我将来要 我的某一个系统要生成一些数据 直接就写到HDFS文件里面去 那你是不是要生成新的文件在里面 而且往那个文件里面 不断的 追加数据 这个我们是不是没有实现 我们现在这些操作都是把那个文件 作为一个整体的操作吧 并没有去操作里面的数据 好吧 那但是这些功能已经足够你去实现 是不是采集系统了 因为采集系统 他会关注文件的内容吗 不关注你只要把那个文件搞过来 是不是就行了 文件的内容是被关注的 好吧 OK 这个是一些基本API 关于文件内容呢 我明天再说